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卖吊蓝为生的商人 自然并不一定是亏本 但是对于养殖的人来说 如果长期养殖吊蓝 那么吊蓝就会跟生活息息相关 最终融合在一起 而从易经的角度来说 吊蓝是一种象代表一种信息 如果长期养殖 就会对人的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 因而短期养是没问题的 在装修过后 的确可以养几盆 进化进化空气 更快地搬进去 但是从长远来看 最好不要长期养殖 不然容易导致事业的衰退 也不利于家中运势的增加 而从风水学上讲 将吊蓝摆在家中 是可以令夫妻关系友善 温馨祥和 摆放在合适的位置 还能够增添家人的气韵 以及财运 而吊蓝还能进化空气 十分有利于健康 为房屋住宅增添了一股生气 所以家里养吊蓝 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二 家中养吊蓝的作用 一 美化环境 吊蓝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植物 叶片细长柔软 生长时会盆盐向下垂 舒展散垂 就像一朵展开的花朵 给人以柔和美丽之感 而且是四季长青 冬天也不会枯萎 花期是在夏季 会开上一些小白花 加上黄色的花蕊 非常适合美化局势 二 净化空气 很多人在家里面 刚刚装修好的时候 就先将吊蓝搬进新家里面 这样做的原因就是 吊蓝能够净化空气 吸收装修时残留的甲醛等 有害气体 吊蓝会利用自身的新陈代谢 能够吸收室内 80%以上的有害气体 把致癌的甲醛 转化为氨基酸和糖 这两种对人体比较好的物质 简直就是一台绿色的空气净化器 在家里养上两盆 基本上可以把家中的有毒气体 吸收带进 三 药用价值 吊蓝还有着一定的药用价值 它的根和草全都是可以入药的 能够化坛止咳 精热解毒 助弹热咳嗽 跌打损伤 骨折 臃肿 痴疮 烧伤 但是自己在家中可不要胡乱服用 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 四 化煞招财 吊蓝是家居植物盆栽里面 非常受欢迎的一种 它对于居家环境的风水 起着很好的调节作用 关于吊蓝的风水 有这样一句老话 家有吊蓝 污鬼胆寒 吊蓝十分好养活 而且它是要开花 还有着非常好的寓意 是会给家里面带来健康和财运的 三 吊蓝摆放的风水遗迹 一 寄放一株 在家中养吊蓝 需要注意的是 最好不要只养一株吊蓝 在风水学上看 这样会在屋子里形成一个困子 是不好的寓意 平时在养护吊蓝时 一定要注意修剪以及胶水 如果养护不当 就会带来气衰 主人自然也会受到牵连 二 尽摆放阴凉处 虽然吊蓝的耐阴性很强 但不适合长时间不接受光照 如果将其摆放在阴凉处养护 不仅会影响吊蓝的正常生长 还会吸附四周的阴气 长时间摆放在卫生间 卧室都没有阳光的地方 会使人患上各种疾病 三 净摆放干燥处 吊蓝喜欢生长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下 通常需要及时的给其浇水 不然会影响吊蓝的生长 还会很容易遭受到病虫的危害 通常吊蓝摆放在干燥处 对风水也不好 很容易使室内的气韵下降 破坏财运等不好的风水作用 四 不宜摆在办公室书房 吊蓝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适应能力也非常不错 而且它的枝条是细软的 所以这种植物是向下生长 我们摆放吊蓝的时候 最好不要把吊蓝摆放到办公室或者书房 因为它寓意着事业下滑 而且还会让人们在办公室中非常的没有精神 变得比较颓废 对事业上的走向有着很大的影响 五 厨房 一日三餐 人们会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厨房 植物除客厅外也会经常出现在厨房中 厨房的环境湿度适合吊蓝的生长 此外 厨房一般采用白色或者浅色装潢 不锈钢水槽 吊蓝可以柔化硬朗的线条 让你的厨房升级盎然 厨房窗户较少 盆栽能够消除寒冷感 增加温馨的气氛 阳光较少 正适合吊蓝的生长 厨房油烟和温度都较大 物品零碎 适合摆放小型盆栽 所有的这些都要求植株较小 洗阴 有进化作用 吊蓝是最好的选择 将吊蓝放在窗子边或者远离厨灶的桌子上 厨房的空气会棒棒的 六 卧室 卧室医要营造一种清静 安详 温馨的气氛 在卧室中摆放植物 可令夫妻关系和睦 也可以在温馨安静的氛围中放松身心 吊蓝容易养护 放在床头或者床边 阳光透进来 素雅的居士 加上翠绿的吊蓝 心情大好 选取吊蓝是不要拳大猪 选择小猪 或者悬挂于床对面的墙上 七 客厅 客厅是摆放绿植最常用的位置 具体的摆放位置根据大门的不同方位来选择 外放良好 可以增加客厅的正能量 为家人转运 并且有利于身体健康 一般大门巷戏的客厅比较明亮 应用薯金或者薯土的盆栽 吊蓝即可 放在客厅的茶几或者电视柜旁满满的正能量 还能有效的吸收空气中有害气体 八 朝北的房间 风水学上吊蓝有着消除冰冷感的作用 一般朝北的房间会比较的阴暗潮湿 阳光也比较少 吊蓝是一种阴性植物 所以将其摆在朝北的房间最合适不过了 能给阴冷的房间带来生气 还能够增加房间的气场 九 卫生间 很多人会怀疑 为什么会有人在洗手间养上蜘蛛盆栽 其实这些养在洗手间的盆栽 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吊蓝就是卫生间植物的首选 吊蓝在小房间里面的作用 就相当于一个空气净化器 它可以专门吸卫生间的异味 要是养得旺盛之后 还会将整个家庭的收入和财运提升一大段呢 四 吊蓝的养护风水 一 浇水 大多数盆栽植物对水分的需求都不是很大 而吊蓝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一般都是采取拧干物湿的方法 所谓的拧干物湿就是 盆土可以干燥 但不可有机水 因此 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可以根据盆土的湿润度 来把握浇水的量 比如说盆土摸上去湿湿的 还能粘在手上 就表示不用浇水了 二 湿肥 为了促进吊蓝的生长 我们在种植之前就需要在盆土中加入少量的有机肥并搅拌均匀 同时为了能够保持肥力充足 我们也需要在吊蓝的生长期追加一些稀释的叶肥或者饼肥等等 在这里需要注意 肥料的浓度不能太高 以免灼伤吊蓝的根系 三 光照 如果是养殖在室内 那么我们最好将其摆放在有明亮的散光处 这样既不会太阴暗 也不会因为缺少阳光而生长缓慢 如果是养殖在室外 那么等到夏季和冬季这两个最热和最冷的季节 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遮光措施和保温措施 四 病害 当吊蓝出现病害或者枝叶发黄的情况时 我们需要采取对应的措施 吊蓝患病则是将患病的枝叶修剪与喷洒对应的药物 而引起枝叶发黄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环境过于阴暗 缺乏养分 盆内有机水等等 环境阴暗我们可以增加光照 缺乏养分我们可以追肥 盆内有机水我们可以换盆换土 看完以上的内容 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家里养吊蓝的风水是好是坏了 希望大家的吊蓝都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